我跟教官打赌 说我能让隔壁连队所有男生转头看我 教官说我吹牛 我大喊 48连那个男生 我们教官要跟你表白 于是整个操场的男生齐刷刷转头 教官 一 烈日焦羊 清一色的迷彩服排排挺立 看顺着鬓角层层地往下躺 贴着裤缝线的手指也微微颤动 我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充满了向往 才怪 顶着快40度的大太阳军训 这破学不上也罢 咚 有人晕过去了 这已经是我们连队第三个倒下的女生了 隔壁连队的教官过来劝 小齐 要不让他们休息一会 我们教官扫了一圈 等着脸让我们原地休息 室友林林半死不活地靠在我身上 咱们教官虽然狗 但是真的好帅呀 我隔着人群 丑了一眼正在喝水的教官麒麟 很难不认同 宽肩窄腰大长腿 188的卓越身高 眉眼深邃 鼻梁高耸 长得巨像丹尼斯武 林林狠狠灌了一口水 除脚脚同学 要不你家把劲 把人拿下 我静泻不敏 不聊 我现在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事实上 我能这样心如止水 麒麟绝对功不可没 到到后 新生换好军续迷彩服 去开大会 在操场集合的一众新生里 我一眼就注意到他了 高高瘦瘦 皮肤白长得还帅 穿同样的迷彩服 在一众男生里 他就是显得格外金贵 我没忍住美色诱惑 找他要微信 他愣了愣 打量我一下 到底还是把二维码调出来了 第一次主动追人 我没什么经验 参考了热心室友们的建议 我发了好多条土味情话过去 小哥哥很是高冷 发了一串感叹号 不过也算是有进展的 他还是很关心我 不但问我叫什么 哪个系的 还问我在哪个连队军训 我美滋滋地捧着手机回 我叫除脚脚 计算机器的 在46连 小哥哥你呢 对方发了一个笑脸 巧了 我也在46连 我有点猛 46连 不是女生连队吗 我一心他发错了 正在去问 他发了一句去洗漱了 我只好作罢 直到今天早上 大家好 我是46连的教官麒麟 我震惊抬头 正对上那张 让我心动不已的帅气脸庞 视线交汇时 我看见了他眼里的意味深长 救命 正在撩的小哥哥 居然是我军训的教官 难怪他说他也在46连 他是教官啊 现在想来 他发的那个笑脸 是对我的嘲讽吧 是吧是吧 麒麟的目光 轻飘飘落在我的头顶 又很快一开 军训期间 希望各位同学 认真遵守学生手册的规定 完成军训任务 他顿了顿 像是一由所指 不要过分关心教官的私人问题 我垂下头 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想起昨天晚上发的大段土味情话 还有他那句 巧了 我也在46连 我妈了 麟麟悄悄问我 这个是不是 我绝望 是 不要交头接耳 注意保持纪律 他冷声 抬头挺胸 除脚脚同学 我这辈子没这么尴尬过 毁灭吧 只是我万万没想到 这只是开始 熏熏实在太累了 太阳实在太毒了 天气实在太热了 就在我犹豫 要不要退学重度高三时 麟麟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除脚脚同学 被点名太多次 我条件反射达到 到 同时挺直腰板 还差点因为动作太大 把帽子甩掉 麟麟 好好占军资 不要卖萌 人群里一阵笑声 我 他是不是理解能力有问题 我就喊个 倒卖哪门子萌 麟麟拿着木棍挨个纠正手型 到我这儿 他调整了差不多有三分钟 小木棍上上下下 我总觉得 下一秒能抽我身上 好在人终于走了 我松了一口气 下一秒 他倒退回来 一把掀开我汗层层的帽子 捏了捏我扎好的丸子头 然后塞进帽子里 我脸红了 气得 那可是我扎了半小时 才扎好的丸子头 就这么给我捏伞了 二 麟麟是S大的风云人物 他是大三的国防生 据说带过两次军训 出了名的严苛 据说想追他的女生 比如我 都在军训当天后迅速果断放弃 连他那张脸 都不能让人犹豫半分 可想而知他有多狗 这次军训短短几天 我也出名了 计算机系的除脚脚 得罪了教官 只要有我在 魔鬼教官麒麟 一大半的火力都冲着我来 军训一整天 他有一半时间都在挑我毛病 大家看向我的目光 既同情又庆幸 一时之间 我人缘超好 大家不是抢着给我打水 就是去食堂帮我站坐 甚至去澡堂洗澡 都有人给我让联盆头 我狠狠瞪了一眼 不远处插腰站着的麒麟 都怪麒麟这个狗东西 麒麟像是感觉到我的目光 往着看了一眼 然后走过来 我心里一抖 他是不是又要来骂我了 哎 好像是过来跟隔壁连队的教官聊天 警报解除 前排的女生拧开瓶盖 给我递了瓶水 听说下午还要接着扎马步 要命 军训为什么要扎马步 我叹了口气 只要不扎马步 教官骂我一下午 我都乐意 隔壁教官扑斥一声笑出来 对吧我们可好管了 边上一众女生也都眼含期待 隔壁教官脾气俱好 他们连队休息时间可长了 羡慕 麒麟的声音从我头顶响起 他冷冷道 你很想换教官吗 我缩了缩脖子 有点怂 也还好啦 就是不想扎马步 麒麟冷哼一声 我突然有个主意 齐教官我们打个赌 如果我能让隔壁连队的男生 都转头看我 下午就不扎马步了 怎么样 麒麟并不相信 他觉得我在吹牛 但在隔壁教官的怂恿下 这个赌约到底是成了 我狠狠吸了一口气 使出毕生力气 冲着前方大喊 48年的那个男生 我们麒麟教官要跟你表白 于是整个操场的男生 齐刷刷转头 麒麟 麒麟脸绿了 麒麟脸黑了 说真的 上次看这么齐的阵仗 还是向日葵转头 我们练了两天的正不向 右看都没这帮男生转头起 我咽了咽口水 看向麒麟 叫 叫官 我赢了吗 麒麟没有说话 就是看我的眼神怪冷的 隔壁教官笑出鹅叫 他狂拍大腿 算算算 你妈了 就在这时 前方连队有个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男生 扯着嗓子大喊 到底跟谁表白 我下意识回答 长得最帅的 麒麟长得帅 找个最帅的 应该不算辱没 他那张帅气逼人的脸吧 我小心翼翼地 端向麒麟的脸色 叫官 最帅的男生 这下你应该没有太丢脸吧 麒麟怒急返校 能看出来 他是想出口成脏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没骂人 我都已经做好 狂风咒与劈头盖脸挨骂的准备了 谁知道 居然风平浪静 麒麟自暴自弃地挥了挥手 行吧 反正你教官我就一张脸 你看着丢吧 我打蛇随棍上 那教官 下午不扎马步了吧 不扎了 我心头窃喜 哦哟 这个麒麟言出必行 是个好汉 三 好汉个屁 他是愿赌服输 不让我们扎马步了 可他让我们做俯卧撑 耳边催命一般的俯卧撑准备响起 我任命地趴下 手臂一阵阵酸胀 真是服了麒麟这个老六了 哥我这玩文字游戏 中午吃饭的时候 拿筷子的手都在抖 我气愤地咬了一口排骨 该说不说 麒麟是真的狗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谁狗 我颤微微转头 麒麟端着餐盘面 无表情地看着我 他冲我挑了挑眉 说坏话被当事人听到了 我试图蒙混过关 教官 我在说山海经你信吗 你要不要猜猜 这种神兽在山海经哪一夜 麒麟的表情也很好懂 你猜我猜不猜 他里都没理我 转头问麟麟吃完了吗 语气温和 态度超好 跟对我食冷生冷气的模样 简直判若两人 真是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 我当初瞎了眼 以为他是人率心善有礼貌的 俊郎小哥哥 就是可惜了 我复制的那些土味情话 说给狗听 都比说给他听强 狗听了都知道摇摇尾巴 他只会张口闭口 俯卧撑准备 琳琳忙不迭点头 吃好了吃好了 教官你有事交代吗 麒麟 劳烦让不位置 食堂空位不多了 琳琳看了看空了大片的食堂 看了看满脸写着礼貌的麒麟 又看了看可怜巴巴的我 一咬牙一使劲 端着餐盘溜了 我室友出脚脚拖我带饭 我怕他饿死 就先走了 我 姐妹你有本事看着我的眼睛 再重复一遍你刚刚的话 麒麟拿起筷子 你坐下 我们聊聊 我放下餐盘 善笑 聊什么呀 聊聊我在山海今晚一夜 他露出一个笑 皮笑肉不笑的那种 麒麟真的狗 麒麟 嗯 救命 妈妈他笑起来好吓人 我迅速滑跪 哥哥我错了 我年轻气盛不懂事 你大人大量能跟我个不懂事的小孩计较吗 我年轻气盛不懂事 我骄傲了吗 我错了我不会改吗 你跟我个不懂事的小孩 计较你还是人吗 气还是很气的 但贵也要贵的比值 新时代大学生就是这么有骨气 麒麟点点头 行 你是小孩不跟你计较 我嘴角的笑刚裂开 就见麒麟冲我伸出手 小孩把手机拿来 我防备的藏起手机 想理智气壮队 他又有些气虚 毕竟刚刚在人家背后大小声 我跟你讲我手机五千九买的 我 我 劝你谨慎 干嘛干嘛 这是要明抢吗 明抢是没有前途的 三千以上的金额是可以立案的 你清醒一点啊 麒麟看我的眼神 好像在看一个傻子 我这才反应过来 我想多了 不过这是也不能怪我 这段时间 他在我心里的印象 无异于黄世人格朗台 他对休息时间 那叫一个吝啬 几乎是精确到秒 周发皮看长弓 也没这么狠吧 他直接在桌子上敲了敲 把我从黑名单放出来 麒麟思考片刻又补了一句 每天给我发 三段土味情话吧 我留着备用 万一哪天用到呢 食人牙会 不要脸 用我聊他的办法去聊别人 更不要脸了 我试图用眼神谴责他 算了 我打不过他 只好委委屈屈地 把他从黑名单拉出来 对着键盘狂按一顿 差点没把屏幕干碎 我很喜欢你 就像你妈打你 不讲道理 我很喜欢你 就像挂科三门棋 特别容易 我很喜欢你 就像吃了红油锅底 拉得彻底 饭完这样我就打算跑 熟料麒麟单手 捏住我的丸子头 小啾啾 一下把我薅回来 你你你干嘛 麒麟捏着我的小啾啾 从桌上捞起帽子 扣在我头上 大手一挥 行了 走吧 我不是欺负小孩的人 呸 你根本就不是人 四 晚上拉歌活动取消 新生们排队去做核酸 因为人数实在太多 好多大二大三的学长学姐 也被喊来帮忙 有维持秩序的 也有提醒扫码的 而我在补作业 昨天忘了给麒麟发土味情话 今早一起床 就看到他发了一个问号 给我家恋的时候 还特地提醒我 不要忘记补上昨天的三条 莫娃的我上个破学 专业课老师还没给我布置作业 他先布置上了 想想就好气 麟麟站我身后 他敲了敲我的后背 我听说咱们齐教官带了两届军训 因为长得帅 好多男生女生都要他威信 表白强基本上一个月上一次 倒也并不意外 我不就是这么栽的吗 听说行情好的时候 他创下了一天拒绝57个人的记录 57个人 正常 就他那张脸去选秀都能就地出道 何况区区57个人 等等 拒绝 我当时要他威信 从开口到扫码用了有20秒吗 没有吧应该 对上我问询的目光 麟麟点点头 他是不是喜欢你 我推开麟麟凑过来的脑袋 天天拿我当点型 无数次喊我再来一点 别人都去吃饭 还留我单独家恋 他喜欢我 麟麟 麟麟好像是有那么几分道理 说曹操曹操到 麟麟就站在不远处 看起来刚洗过澡的样子 头发湿漉漉的 少见的没穿迷彩服 只穿了白色T恤和黑色短裤 人群里帅得发光 姐妹们他确实帅啊 正想着 队伍就排到了他跟前 他盯着我 我看着他 气氛有点尴尬 我能让场子冷下来吗 那必然不能啊 我张口寒暄 齐教官你在这找健康码吗 麟麟愣了一下 他皱了皱眉 字字句句 质地有声 除佼佼你给我好好说话 不要卖萌 他 不是 他现在对我偏见这么深了吗 健康码就健康码 不要说叠词 我花五千九买的新手机 差点扔出去 这人有病吧 我心里憋了口气 上不来下不去的 看向麟麟的目光 有些一言难尽 就这 还喜欢我 麟麟你 是不是眼瞎 君训他批我 我可以忍受 但他过分一测 我没法忍了 两次了 这辈子没受过这种的委屈 简直一派胡言 我字典里 压根就没有卖萌这两个字 齐教官 我最后的那个字 不是谍词 只是单纯的语气词 类似于吃了吗 睡了吗这种的 麒麟恍恶 眼里闪过几分懊恼 他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我没给他这个机会 我承认 当时要你微信 是见色起义 后来更是不大不小 得罪过你几次 我做错事我道歉 我也为此付出代价了 在我心里 一直觉得 教官你是个正直的人 不会对别人心存偏见 但今天这件事 我深吸一口气 真是让我开了眼 我就算真的喜欢卖萌 喜欢撒娇 跟你也没关系 我就算喜欢说谍词 又怎么了 我妈都不管我 你凭什么管我 边上的人看我 像看勇士一样 那一刻 我听见无数人 掏手机发微信的声音 很好 我已经预感又要出名了 我挽着林林的手臂 一边强忍鸡皮疙瘩 一边坐坐地说着谍词 哪怕自损八百 我也要伤敌一千 气死麒麟这个大垃圾 不过 谍词词确实恶熏熏 语 做完核酸回去 寝室的门一再地被推开 无数双八卦的眼睛 目光灼灼地叮着我 寝室一共六个人 被整层楼的女生 用不同的借口问候了一遍 末了还不忘真诚发问 佼佼 你跟麒麟什么时候暗度陈仓的 谢谢 已经硬了 拳头硬了 拜麒麟所赐 我终于成了新生界的哈利波特 走哪都被围观 这辈子没这么红过 我上铺女生弱弱地问 佼佼 咱们寝室的门 明天是不是要报修一下呀 报修 必须报修 换个石木的防盗门 不然都拦不住这群八卦的女生 五 报修当然是报修了 但没有换石木的防盗门 学校拒绝了我的无理要求 只给我们换了门栓 也许是我脾气太来了 接下来几天都相安无事 除了私底下流传的各种八卦 我过得十分安生 尤其是今天 下雨不用出去军训 开心 拜了雨神萧敬腾那么久 这种好事终于轮到我们了 一想到之前学长学姐们 在企鹅群里轮番发太阳表情 在我们训练的时候 吃雪糕喝冰饮 就气不打意出来 等明年新生报到军训 我一定也这么办 我要举三个小风扇 当着他们的面吹 还要买三个旺旺碎冰冰 当着他们的面 吃一半丢一半 这个GM不犯我寝食难安 上午教官教我们整理内务 说是后天军训会演的时候 也要内务评比 后天内务评比 今天才交叠被子 这合理吗 这 不 合 理 啊 我们寝室在最里面一件 大家在别的寝室围观了好久 教官估计要最后来教我们 就Dream一个张教官吧 张教官人超好 我超喜欢他 不过好像没看到麒麟 也算是好消息 我今天确实有点不太想见到他 嗯 就有点别扭吧 上次健康码事件过后 他代训倒是老实了 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态 也许是愧疚 也许是抱歉 总之这几天数点行 也没再点我名 哪怕点了 一个储子刚出口 下一秒也会生硬转口 第二排第三个女生 注意手型 或者第五排第六个女生 对齐 没错 其他人都是喊坐标 只有喊我是怜名待醒 严重怀疑他进于脑子 只记住了我的名字 齐林正直到有些古板 哪怕他总觉得我在卖萌病 为此批评我 我也得这么说 真是要了老命 姐姐我这辈子卖过惨 还真没卖过萌 他真的有在反省 昨天还帮了我一把 昨天有别的系男生 问我要电话 我正发愁 怎么拒绝 齐林就拦住那个男生 接接时时训了他十分钟 末了告诫我 市面上的渣男太多 一定要擦亮眼睛 我 嗯 倒也不必这么谨慎 我恋恋不舍地 从他脸上一看视线 决心原谅他一秒钟 这大概是这两天 难得的温馨时刻 事实上 齐教官 我准备考研读博 充实自己 齐林眼里闪过一丝迷茫 大概不太明白 我为什么转移了话题 他干巴巴地拍了拍巴掌 你的人生规划非常清晰 是的 我的人生规划 比我爱豆的下河线还要清晰 谈什么恋爱 谈恋爱是没有前途的 我语重心长地 拍了拍齐林的肩膀 毕业之前 我不打算谈恋爱了 所谓智者不入爱河 寡王一路朔博 齐教官 共勉 走的时候 齐林的脸好像有点黑 难道是军训晒的 不应该啊 还有就是 齐林最近有点温柔 今早吃饭的时候 我忘带一卡通 他还帮我刷了卡 边上几个男生 推推嗓嗓的 有个还在那几眉弄眼 发出怪里怪气的叫声 没穿迷彩服 看起来应该是他的室友 或者朋友 齐林手肘用力 把几个男生对到不敢说话 他有些尴尬 别听他们胡说 他们精神不大正常 他还事一周 问我空位不太多了 要不我们坐一起 这个理由有些似曾相识啊 一个梗用两遍 就有点不太礼貌了 朋友 不过 我看了看 涌向食堂的迷彩大军 反思一秒 我有点想多了 你早上吃这些 能吃饱吗 能啊 我扫了一眼餐盘 包子 茶叶蛋 烤肠 还有一碗小米粥 不少啊 再看他 一碗热干面 一剔小笼包 两个白水蛋 还有一碗蛋花汤 饭量那么大 难怪骂我的时候 中气十足 这么想着 我也这么说出来了 麒麟带着歉意的声音 从对面传来 对不起 麒麟目光真挚 对我这段时间所做的一切 我向你道歉 啊 这么正式 这回话我不好意思了 不不用 其实 麒麟按住我的手 你听我说 我最近反省了一下我自己 在对你的态度上 确实存在偏见 他认真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说了好多 到最后他面上一片红 几乎是闭着眼睛 一股作气说玩 但是我确实觉得 你很可爱 不说叠词可爱 说叠词也很可爱 我 我吃好了 先走了 麒麟说完就慌慌张张地 端着餐盘离开了 我走神了一秒 他刚刚是不是连筷子都没拿 这就吃完了 六 张教官过来了 果然是他 室友们在别的寝室 围观完豆腐块的叠法 此刻正热火朝天的实验 张教官笑咪咪地过来 除脚脚同学 你们小齐教官有事晚点来 你有没有想他呀 张教官 你正经一点 我害怕 张教官欲言又止 只言又欲 有点像 每次看见 你都觉得像看到了他表妹 就爱乌及乌 你懂吗 难免严厉了一点 哎 你说瞧不瞧 小齐他表妹也是大一的 哦 还有这茶 我一边跟被子做斗争 一边真诚发问 哦 那齐教官的表妹 在哪上学啊 在S大的附属幼儿园 我 我 幼儿园的大一般啊 张教官理直气壮 是啊 这么会抖包袱 你怎么不去德云社 门口传来一道无奈的声音 张哥 要不你先些会吧 是麒麟的声音 他一出现 寝室里安静离顺 我的几位室友 一把推开我 拽着张教官的胳膊就走 我们寝室是最里面一件 也是最后被教官光临的寝室 所以只有这回只有 隔壁玩的好的两个女生在围观 他们像是发现了什么 今天大秘密一样 双眼瞪大战术后仰 下一秒 教官教官 除脚脚那边有齐教官 你快点来教教我们 怎么叠豆腐快 我举手抗议 我也要学啊 为什么把我排除在外 这不公平 我也想要温柔的张教官来教学 麒麟帅得毫无用处 这时 凭空伸出来一只手 捏住我的手腕 把我的手往下拉 麒麟咳了一声 我来教你 让你室友跟张教官好好学 我有些不自在地抽出手 好像不是我的错觉 麒麟他 确实怪怪的 麒麟指了指我的床铺 这是你的被子吗 我看了看那床 鼓鼓囔囔胖乎乎的被子 有点泄气 S大师发了被褥没错 但我嫌被子薄 早早就把学校发的被子 换成了我妈给我带的 太厚了 叠豆腐块可能有点难度 我善善 被子太厚可能不太好叠 教官你要不用别 用你的就行 麒麟确实行 我那么一床卷起来 都费劲得胖乎乎的被子 在他手里 就像一听话的小玩具 就那么一折一捋 一翻一叠 就成了端端正正的豆腐块 叠豆腐块而已 有那么惊讶吗 麒麟轻笑出声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笑 他笑起来右边脸颊 居然还有个小酒窝 白赤灯光打在他脸上 给细密的睫毛镀上一层荧光 我咽了咽口水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他睁了睁我头上的帽子 温声道 我给你讲一遍要领 你仔细听好 他嘴唇一张一盒说着什么 我就像耳朵失聪一样 完全没听到 他嘴唇好红哦 想亲 除脚脚 除脚脚 我条件反射 立正喊道 头一下撞在上铺床檐上 嗯 居然不疼 头上温热触感传来 麒麟的手垫在中间替我挡了一下 手背上已经红了一片 麒麟把手背到身后 死活不肯让我看 我有点愧疚 又很感激 他可真是个好人 他查开话题 不说这个了 我有点渴了 能给我倒点水吗 能能能 脚脚的杯子在这 让他倒让他倒 我 转头对上几双贼溜溜的眼睛 将我看过来 他们有的看天有的看地 视线始终不肯跟我对视 玲玲给了我一个坚定的眼神 然后把杯子塞进我怀里 顺带塞过来的 还有超大的桶装矿泉水 我没拿吻 差点掉在地上 一双温热的大手附在我手上 他稳稳地拖着 视线我先放在桌子上 我脸好像红了 我脸肯定红了 呜呜 妈妈他好会呀 他端起杯子放在嘴边 停了一下 突然开口 你会不会介意我用你的杯子 虽然有点渴 但你要介意的话 我可以结束后去超市买水 他有点茶哦 但是我喜欢 女人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我捂着脸 你喝吧 毕竟你是教官吗 尊师重道我还是懂的 麒麟脸上的笑淡了几分 气 事实上 我是你大三的学长 军训结束后 就不是你的教官了 所以不用对我这样过分尊重 本质上我们是平等的 我卡巴卡巴眼睛 不是很懂他说这话的用意 我试探 那齐学长 他满意点头 麒麟顿了顿 等军训结束后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我的心猛地提到嗓子眼 这么多人在 他他他他要说什么 你先叠一遍 我的心放回了肚子里 慢吞吞地展开被子 耳边一声轻笑 麒麟擒着笑意 我怎么觉得 你好像点失望 我没理他 我感觉我耳朵肯定红了 这个被子也太难叠了吧 抖了半天没抖开不说 还差点扑麒麟怀里去 有点丢人 学校发的被子 薄饰薄了点 叠豆腐块还是挺容易的 麒麟建议 要不你把被子换回来 我面有难色 要不你重新教一遍 我录个视频慢慢学 视频当然是没有录 因为麒麟在帮我换被子 把我妈给我带的后被子 换回学校发的薄被子 我当初花了半个小时 才讨好被罩 她两分钟就完成了 她也太快了吧 哦 男生不能说快 麒麟要走了 我作为代表送她出门 我听张教官说了 麒麟突然亮呛了一下 失去了往常的理智模样 甚至带了几分慌张 什么 我突然就心里平衡了 她说你喜欢我 麒麟脸色疼得变红 结结巴巴 啊 是是是吗 你喜欢我是因为觉得 我像你在幼儿园上 搭班的表妹 我故意道 原来你把我当晚辈啊 突然 我感觉周身一阵发凉 麒麟看了一眼 不远处的张教官 眼神里好像带着杀气 君训会演圆满结束 我还被评为了优秀标兵 我视力超好 上台领奖时 老远就看见 麒麟举着手机拍照 我捧着奖状 露出个甜甜的笑 回到队伍时 发现人不见了 她去集训了 骗子 还说君训结束 有话跟我说 说锤子 麒麟他们起先还在安慰我 后来一直没有消息 他们连麒麟的名字都不敢提了 生怕我想起来会伤心 我心态超好 并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难过 好吧 我承认是有那么一丢丢了 不过谈恋爱这种事情 本身就是风险投资 双方都要承担风险的 赢了当然好 输了我也不害怕 我错了 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凌晨五点 接到麒麟的电话 让我下楼拿早餐 礼貌发问 它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唇狗 我一点引你的心思都没有 困得眼皮打架 睡衣外面套了个外套 就下楼了 凌晨五点 寝室楼的大门都没有开 门外空无一人 我怀疑它在捋我 但我没有证据 就在这时 玻璃门被敲了一下 是麒麟 它有些狼狈 头发好几天没洗脸上 也脏兮兮的 背了个巨大的行军包 一看见我 眼睛须得一下亮了 我的比喻可能不太恰当 但真的好像脏兮兮的流浪狗 见到收养它的主人 麒麟稍稍拉开一点门 链条锁绷紧 伸进一只手 它顺着门缝 给我递来一袋东西 嗯 两个馒头 哦 还有一瓶水 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不是 好歹给带榨菜呀 干吃馒头不噎吗 麒麟小心翼翼地 端向一下我的脸色 它又羞又炯 我拉链刚结束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 什么朋友圈 哦 送早餐那条啊 我故意发的 紧一人可见的 食堂也没有开门 这两个馒头 是刚上车的时候发的 是干净的 它眼神湿漉漉的 像一直怕被主人 抛弃的小狗狗 本来还有跟考场赖着 我确实有点感动 但还是没忍住歪了重点 那考场呢 麒麟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出来 神情像是个犯了错的孩子 露出一根长衣 被吞了一半的 烧焦的火腿肠 被我烤焦了 已经不能吃了 它语气急切 虽然送早饭我没做到 但是我可以去站坐的 图书馆还是教室 我都可以去的 我牺牲细气 可是 那些都是男朋友 要做的事情了 都不是 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 真诚而炽热 是我喜欢的人 天上残月未退 树上鸟蒙啾啾 寝室楼外的青草香 扑鼻而来 我的心砰砰乱跳 翻外 一 麒麟心情很糟 非常糟 又要带军训 烦 特别烦 他们这届国防声势 得罪了S大的校领导吗 既然已经从部队 请教官过来了 为什么还要抽掉国防声 来参与军训 为了告诉别人 S大有国防声吗 就离谱 接到通知的时候 他正在食堂 还在他前面的女生 个子不高 扎着丸子头 红色T恤牛仔背带短裤 东张希望满脸好奇 大概率是新生 新生丸子头上的蝴蝶结 随着他的动作一跳一跳的 有点眼熟 好像他四岁的表妹 走起路来也是这样一晃一晃 麒麟面无表情地盯着 手指微微一动 则 有点可爱 想捏 背后粗声粗气地抱怨 打断麒麟的念头 兄弟前面那么大空 你倒是往前走啊 麒麟面无表情地回头 麒麟面无表情地侧开身 麒麟面无表情地露出身前的小矮子 啊不是 露出身前的小个子女生 小个子女生也听到了 他气呼呼地鼓着脸转身 脚尖点到最高 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几经努力发现并不管用 他干脆跳起来 有人 前面有人的 麒麟撇开脸 心想长得也挺可爱的 一跳一跳 有点像玛丽奥 更可爱了 二 换了迷彩服 在操场听报告 散场的时候有女生来要微信 每年都要遭遇这样的场面 麒麟已经疲了 她浑身散发着 生人物尽的冷气 愣是凭着这股冷气 劝退了一波又一波的小学妹 就在她准备回宿舍时 有人拦住了她的去路 麒麟差一点就爆发了 一低头 哦 是那个在食堂顶金币的玛丽奥 她打量一下 还是掏出手机 给了微信二维码 小姑娘有种傻兮兮的猛感 也不知道 背后哪个狗头军师给她出主意 大段的土味情话 一看就是从网上搜的 复制的时候 连数字序号都忘了删 被消息轰炸得头疼 麒麟捏了捏鼻梁 给她发消息 你叫什么 哪个系的 在哪个连队 一连串的感叹号和波浪号 隔着屏幕 她都能感受到小姑娘的欢心 麒麟一看回复 好家伙 46连 刚好是她带讯的连队 现成的机会送上门 她一定要好好教育她一下 没事不要随便问男生要微信 市面上渣男那么多 万一被骗了 不定上哪去哭呢 三 她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每天都气鼓鼓的 说两句就垮小脸 不就是多说她两句 多训练她几次吗 麒麟动动手指 将除脚脚的备注 从马里奥改成河豚 嗯 她怎么被拉黑了 倒是很有安全意识 总算知道 随便加微信的男人 有可能是渣男 起码以后上当受骗的概率小了 挺好 好个屁 当着她的面 造谣她要跟别的男生告白 还说是长得最帅的男生 她以为这样 就能让她找回脸面吗 天真 辅导员已经开始私聊 她到底看上哪个小学弟了 室友们看她的眼光 也开始不对劲了 真真是除脚脚造谣一张嘴 她麒麟辟谣跑断腿 麒麟恨不能 她也想生气的 可是她在卖萌类 算了 小姑娘吗 为了多休息一会 肯定不是故意的 放她一马吧 不过 军训还是不能儿戏的 她字典里就没有得过 起过这个词 不蹲马步了 该俯卧撑吧 俯卧撑她应该没问题 四 除脚脚这个小学妹 怎么回事 为什么她那么喜欢撒娇 为什么她那么喜欢卖萌 说话不好好说话 非要说谍词 谍词词恶心心 呦 除脚脚你给我好好说话 小姑娘眼神有点猛 像是控诉又像是无奈 麒麟开始反思自己 她是不是过于严苛了 语气是不是重了点 表情是不是冷了点 她说谍词讨厌吗 不讨厌啊 她撒娇卖萌 让人反感吗 就还挺可爱的 所以麒麟你干嘛要批评她 过分 不等麒麟反思完自己 就听见除脚脚无奈的解释 原来她真的误会了 除脚脚这次好像真的生气了 麒麟生平第一次后悔了 她反思了一下 相识以来的所有细节 再次意识到 她确实过分了 晚上洗漱完她躺在床上 无数次按亮了手机打开微信 想要给她发消息 却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土味情话她也不发了 她真的不理她了 麒麟一整天都念念的 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吃饭的时候 张教官问她 小齐 吵架了 麒麟一愣 张教官怎么什么都知道 张教官一副过来人的样子 小姑娘呢 是要哄的 你天天冷着脸训她 她肯定受不了 喜欢一个人要对她好 不是把她当兵来训的 所以她要对除脚脚好一点 等等 她为什么默认 张教官说的是除脚脚 等等 她喜欢除脚脚 五 休息间隙 你才知道你喜欢除脚脚啊 朋友听她说玩 看她的眼神 像看一个不开窍的傻子 麒麟其实也不是特别知道 朋友扬了扬下巴问 那个举牌子的女生动作 是不是不太标准 麒麟皱眉 这会休息呢 她动作不标准 关我什么事 我在问你正事 不过就是这要巧 她往那边一扫 就看到了除脚脚 除脚脚跟几个女生围坐在一起 笑得很甜 也不知他们说到了什么 她站起身来踢了两步正步 腿怎么抬得那么低 脚背也没有绷直 麒麟水平一撂就要过去 朋友拉住她 你干嘛去 麒麟 除脚脚正步 踢成那个鬼样子 你看不到吗 我去喊她家练 朋友 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双标吗 朋友两手一摊 同样都是休息时间 一个你偏要吹毛求疵 一个你连眼神都不给 这是什么 这是爱情啊兄弟 爱情不爱情的麒麟不知道 反正除脚脚这几天没理她 她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睡到半夜被噩梦吓醒 做了个什么梦呢 梦见除脚脚在跟别人发土味情话 对别人卖萌 跟别人撒娇 你就说可怕不可怕吧 朋友翻个白眼不理她了 直接开某音 若尔的BGM是一个声音超大的男生 十分应景 你惨了 你坠入爱河了 六 她好可爱 床铺也好香 被子胖乎乎骨囊囊的 像她一样可爱 慌里慌张的 也很可爱 麒麟万分庆幸自己反应快挡了一下 不然头磕在床架上 小姑娘肯定哭唧唧 麒麟把火辣辣一片通红的右手背到身后 安慰愧疚急了的小姑娘 这几天的攻略真的没白做 不枉她休息时间后在各大APP疯狂补习 她的态度果然好了太多 军训结束了 小姑娘是优秀标兵 麒麟也莫名其妙地觉得鱼有容焉 除脚脚上台领奖的时候 她拍了好多张照片 隔得远像素有点糊 但也无损她的可爱 麒麟皱着没思考 要不要换成她那种五千九的手机 她看她天天拿手机跟别人自拍 像素应该挺好的吧 嗯 要不要再换一个同款的手机壳 改天问问她 麒麟有些紧张 闭上眼睛又默背了一遍 等会要跟除脚脚说的话 背过之后 她拿出手机问自己的朋友们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那边回复 放心 哥们不会给你拖后腿的 麒麟满意点头 又复习了一遍 要对小姑娘说的话 不过短短几分钟的功夫 群聊就炸了 手机疯狂震动 齐哥齐哥 学校通知集训 我们再收拾东西了 直接到校门口集合吧 你的东西我们帮你收拾好了 你要着急的话先表个白 一事过后再补 麒麟叹了口气 远远望了一眼除脚脚的方向 抬腿向校门口跑去 凌晨四点半 集训结束 坐车回学校 齐琳差不多成了野人了 手机刚发到手 她就迅速开机 点开了除脚脚的朋友圈 麟麟的男朋友真的好会 送早饭还给站座 羡慕真诚发问 甜甜的爱情 什么时候能轮到我 齐琳点了个赞 送早餐帮站座 真的有这么加分吗 要不她也试一试 这个点食堂 应该没开门吧 背包里倒是有上车前班长 发的两个馒头和一瓶水 齐琳嫌弃的撇开脸 晚安